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好消息 那今天好消息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9月17号下午将在台北市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说明会 要带你一起来体验如何将虚拟现实还有元宇宙的技术应用在教会的工作中 那这种技术呢,其实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的去学习和了解圣经的知识 我们可以用这个真的是一个新的方法来去看圣经在讲什么东西 我最讨厌读的那个Book of Numbers明书记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你在里面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说到底是有多少这些献祭品在这个地方一直拍着 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去献祭这些东西 还有像说什么约书亚那个时候要在看分地的那一种 你一看圣经你真的就觉得说你在看一个没有图示的一张地图 对或者是你很难明白就哪怕他给你写出来 你很难明白说他到底真的在讲什么或者看起来是什么样的 在这一次的说明会里面呢 大家就可以亲自去体验就可以亲自用这样的一个技术 这次会跟大家展示保罗的宣教旅程 你自己去看保罗宣教旅程从里面看是如何的清楚 然后怎么怎么的一步一步走 里面有穿越海陆跟3D的自由行 而且是给你非常棒的一个实境的体验感 我相信这样走了一次之后你就会非常清楚你再去读圣经 你把它跟圣经在里面看你就明白原来这个地方为什么是这么讲 先读读完了再去体验然后再出来读 这样反复的结构你就会对这个比较更加的明白 以及那身临其境的走进摩西的会晤 就深入的探索出埃及记描写的非常深重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是对教会的建造也好 或者对我们每个人去了解圣经里面讲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是非常方便的一种教学的方式 那这个神奇传播的创始人如果要是大家了解的话 大家就知道是周一方牧师 那我们跟周一方牧师的关系也是非常的亲密 在我们这个AI news最困难最困难的时候 周一方牧师伸出援手真的是帮助我们一个巨大的忙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在当时告诉我们说不要放弃 而且给我们他的事工 你知道大家做事工都很紧张 但他愿意挤步前来 他给我们开了一张纸票 那时候是我们大概收到的第一张支票 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千万不要放弃 一定要继续把这个事工做下去 因为你们的事工非常非常的重要 对我们来说就是周一方牧师 不仅是一开始来资助我们 就是在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 我上次在那边讲过我们多巧的时候 而且他还是一直在带领我们 在去做这样的事情 反正周一方牧师就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个band board 周一方牧师真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在我们的这个事工当中都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故意在台湾的朋友们 那当然这次我们很遗憾就没有办法去 但是故意在台湾如果是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或者是你是在教会里面的长职也好 或者是你是牧师也好 都欢迎大家这一次可以到场去看 因为如果有了这样一个方式 真的是对教会的牧养方面也好 或者是各种方面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提升 而且到场的朋友都会得到神奇传播 为大家准备的精美的茶点还有小礼物 那在这里再跟大家报告一下时间 那时间呢就是9月17号的下午3点钟到5点钟 地点在台北市的林森北路380号6楼608 股市丰盛生命协会办公室 如果大家要是有时间的 或者大家对这个真的非常感兴趣 欢迎来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因为名额真的有限 如果大家要报名的话 来看我们屏幕上面的我们的email 可以发邮件给我们说 我们想要去我们有几个人 总之请大家来支持这样子的一个使用 真的用透过你自己的眼睛 在一个VR的一个世界里面 然后来去看你最不想看的那几张境界 我知道读圣经很困难 但是当你看了那个之后 你再去读圣经会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你在透明的脑子里面有一个画面在你的地方 所以说请大家来去支持这样的一个活动 然后请大家跟我们联络 如果你想出话真的是名额有限 所以请大家赶快来报名 现在应该所有的人都已经了解 美国的联邦政府在欺骗美国人了 那这已经不是一个阴谋论了 只要你过去这十年你有脑的话 你就会来到同样的结论 就是美国的政府把我们当成 no need no coru 美国政府在欺骗我们 在武汉肺炎之后 经济萧条之后 政府告诉我们说 其实不是经济萧条啊 因为他们改变了经济萧条的字面解释 经过了伊拉克战争 叙利亚战争 阿富汗战争 还有现在的乌克兰战争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有脑的人 还会相信我们的联邦政府了 除了我们洛杉矶 旧金山 纽约 芝加哥 这些地方 这地方是自愿的当no need no coru 的人特别多 所以现在的美国人不相信政府 非常的合理 那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如果你是拜登的司法部 或是其他行政院的部门的话 你不可以随便公布一个无脑的文宣 然后大众就会无脑的相信你 表示你必须要把这些政府的谎言 包装得很好才可以 所以我们的司法部 就跟着拜登的政府一起 愚蠢进化了 他们创造了很多新的说谎的方式 很难被发现的说谎和谎话 以下是一个例子 几乎没有人在报道 Kevin Benjamin Weir 是一个三十几岁住在加州的居民 在这个左派的伟人 圣George Floyd Saint George Floyd 殉道产生的这个暴动当中 他去了Portland 波特兰这个城市 试图要烧毁波特兰的联邦法院 他已经认罪了 报道上面说的很清楚 又很不清楚 使用的单词是 重新放置一个在燃烧的木板 在保护的法院木墙旁边 简单说就是他试着要烧法院 而且他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这样子做的人 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 当时是有大量的人在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在疫情当中聚集 试图要烧回法院 那这里是一些当时的片段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這位Kevin Weir 就是暴徒當中的其中一個而已 會這個樣子說是因為 他被抓了 絕大多數的暴徒沒有被抓 沒有被起訴 警察找不到 抽絲剝繭之後 我們美國的執法人員 只能抓到這麼一個 他認罪了之後 Joe Biden的司法部 馬上就發出聲明說 這個人太過分了 試圖要燒聯邦的法院 這個罪行至少可以關監獄10年 我個人是認為說關10年太輕了 他試圖要燒法院 聯邦的法院裡面還有人在工作 而且是大城市 旁邊的居民 旁邊的商店附近 還有一堆 在疫情當中抗疫的人士 會造成非常大的安全問題 如果說失控的話 會死非常多的人 但是至少是個比較長的刑期 至少我應該會讓我們加州 想要去波特蘭燒東西的神經病 想一想到底要不要去做 這樣的蠢事 那很奇怪就是這個案件之後就沒有聲音了 拜登的司法部說這個要關10年的這個有期徒刑之後 有沒有判刑 沒聲音 他們沒有說這位 Kevin Weir 最後的判刑是什麼 為什麼呢 各位猜猜看 對沒有錯 因為最後這位 Kevin Weir 的刑期 跟拜登的司法部一開始說的10年差非常多 因為這位 Kevin Benjamin Weir 的被判的刑期是 Drum Roll OK 兩年的緩刑以及可以提早結束刑期 緩刑的意思就是你不用進監獄 然後還可以照常的生活 然後每個月還是每個禮拜 跟這個緩刑的檢察官通過電話就好 就是跟他講說最近過得好不好啊 有沒有吃飽啊 這個就是燒聯邦法院的刑期 也就是說這位大哥不用在監獄裡面待上一天 但是要付200塊的罰款 沒有錯 比超速還要低 比沒有繳牌照稅還要低 那如果你是共和黨人 OK 你曾經在佛州的27選區地方競選國會的候選人的話 你的名字叫做 Eric Tarillo 的話 你會覺得很困惑 因為就在上個星期 這位 Enrique Tarillo 被判刑了22年的有期徒刑 罪名是 Involvement on January 6th 1月6號的相關人事 法官有考慮過33年的有期徒刑 但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 決定寬容一下 只要服刑22年即可 那這位 Enrique 那這位 Enrique 的這個罪名是什麼呢 他沒有燒法院 沒有燒國會 沒有試圖要燒任何摧毀任何東西 跟剛剛這位 Kevin Weaver 不同的是 他沒有拿一個燃燒中的木板 放在聯邦建築物旁邊 我們可以確定 我們可以確定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知道 這位 Enrique Tarillo 在1月6號的時候 沒有接近任何聯邦建築物旁邊 因為他幾天前已經被逮捕了 他在監獄裡 或者是在這個 絕對不是在那邊附近 原因是因為他摧毀了一個神聖的 BLM 的標語 還不是旗幟喔 當時法官的說法是他不能接近任何聯邦的建築物 更不能進入DC這個城市的附近 所以他根本不在華盛頓DC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他上個星期 卻因為1月6號的事件被判了最長的刑期 我們來看一下 Denise and Christie a federal judge handing down the sentence to Enrique Tarillo 22 years in prison for seditious conspiracy in connection to the January 6th Capitol attack as you mentioned he's the former Proud Boys leader from right here in South Florida he was found guilty of orchestrating the riot from members of the far-right extremist group he was not actually in Washington the day of the attack but prosecutors say he was the ringleader prosecutors were initially seeking 33 years which is the longest sentence instead giving him 22 years related to the Capitol attack he's the last of five Proud Boys defendants to be sentenced he and three other members were also found guilty of seditious conspiracy and before the sentencing he spoke he apologized for the quote pain and suffering that law enforcement legislators and others suffered on January 6th and vowed to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politics groups activism or rallies 那這個很奇怪 而且很不合理 你看到這個新聞播報員在講述的東西是 他被判了22年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去一個暴動 但是他是整個暴動背後的傀儡師 沒有講到他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他的邪惡的計劃是怎樣 他是如何欺騙這些人 煽動這些人去暴動的之類的東西 而且很清楚的講出來說 這位Enrique 他1月6號的時候根本不在那裡 他做了什麼 根本沒人在乎 根據我們偉大的政府 OK 這位Tenrio在1月6號的時候呢 吩咐他的屬下 Do what must be done 去做一定要做的事情 而且還叫他領導的組織 是Proud Boy衝進政府的建築物裡面 這個計畫叫做1776 return 回到1776年 那這很明顯的吧 對不對 衝進政府的建築物裡面 這個畫面大家應該都不陌生吧 如果說你的腦有比水母 或者是生蠔大的話 你的記憶力有超過10秒的容量的話 你就應該還記得 不過沒有關係 你只要從今天開始立志 不要當一個水母 或者生蠔就好了 這裡是最高法院法官 Kevin 在被提名的聽證會的時候 當時最高法院 跟我們國會的前面的場景 These are live images folks at the doors of the Supreme Court where you can see protestors have gathered they are demanding that their voices be heard as they anticipate who will the person who will be a new Supreme Court justice Judge Brett Kavanaugh be sworn in here any moment a bigger picture you can see approximately how many people who have gathered there it looks like there are dozens were arrested in Washington over the last few hours for illegally protesting inside the Senate office building over Kavanaugh's nomination comedian and actor Amy Schumer as well as model Emily Ratajkowski were among them the protesters originally planned to protest on the capital steps but headed inside the Senate for a sit-in U.S. Capitol Police say everyone arrested were processed NKS under the Senate возвращ ended S sprawled Okay stay best step so super es кон à toy p 在Roll v. Wade的這個時候 還有人從加州拿著手槍 開車到那個地方 準備暗殺這個Kavanaugh這個大法官 他全家都在那個地方 這些都沒事 事實上就是他們有在執行暴力 而且是真正的暴力 甚至是殺人 但是他們的刑期都沒有這位 Proud Boy的前領導人 Enrique Tarrio的刑期還要高 我沒有在開玩笑 我其實很少開玩笑的 在2020年當這個 Saint George Floyd 吸毒過量 死掉了三天之後 有一個人燒了一間當鋪 說這是為了這個人權而奮鬥 這個人叫做Montes Lee 這個人權鬥士犯了縱火罪 燒了一間當鋪 直接導致了一個人死在裡面 死掉的人名字叫做Oscar Stewart 他的屍體在燒進的當鋪當中被掩埋 快兩個月之後才被發現 那這位Montes Lee得到刑期是什麼呢? 少於十年的有期徒刑 是的 殺人縱火的刑期 比Proud Boy的前領導 Enrique Tarrio 傳簡訊說一些民主黨不喜歡的話 少十年的徒刑 只有一半而已 司法不公可以在Enrique Tarrio 的判決上非常明顯的看出來 我們活在一個司法不公的時代 美國已經失去了法治跟公平 接下來我們來討論另外一個人 但是說真的 要講的話真的講不完 這個叫做Joseph Big 就是左邊的就是這位Enrique Tarrio 然後呢 右邊的就是這位Joseph Big 或是Joe Big Joseph Big這個人沒有任何的犯罪紀錄 他在1月6號的時候沒有傷害任何人 但是他的確有在國會裡面走來走去 然後他推倒了一個國會門口的柵欄 我們美國的法官 美國的法院說 因為這個樣子 這位Joe Big就要在監獄裡面待17年 那推倒柵欄 我們是不是也有看過 除了川普那個時候在St. John這個教會的時候 和BLM試圖推倒前面的柵欄 然後燒教會 這個地點就在白宮的對面 而且一切都錄下來了 發生在2020年5月31日 白宮的前面 大量的BLM的人聚集 把白宮的柵欄推倒 然後川普總統被帶到白宮地下的防空洞 剛才叫黑宮邦 把他打開 把你撒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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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撒鬆 把你撒拉 我看到的東西就是攻擊警察,擾亂治安,妨礙執法,然後破壞公務,各式各樣的BLM的行為,那這些人有被判22年嗎?有被判17年嗎? 我完全沒有,連抓都沒有被抓起來,連上手銬都沒有被上手銬,就算上手銬也是當場釋放,我們的法律變得非常的不公平,非常的無恥,只要是左派允許的,左派支持的就可以從輕判起,例如這個新聞,一個連續強姦小孩的變態殺人魔,只判了10年的有期徒刑。 亞利桑那州一個人酒駕,行駛超過135英里,也就是217公里,撞死的人只判了12年有期徒刑。 洛杉磯這邊一個恐怖分子在疫情的過程當中,開著火車,撞進了海軍的醫療船上面,只判了3年的有期徒刑。 現在已經被放出來了,他可以繼續再找一台火車再繼續撞。 一個男的在電視轉播上面,燒掉了迷尼阿波利斯的警察局,在電視前面被拍到人證物證都有的情況下,判了4年的有期徒刑。 當時還有警察在裡面工作,試圖要逃跑,結果沒有被判殺人未遂或是怎麼樣子的,只有4年的有期徒刑。 然後這位Proud Boy的領袖傳簡訊,22年,領袖的左右手推倒柵欄,判17年。 這個就是我們司法的狀態,一切都是政治,沒有任何的法律。 另外一個就是,你只要跟1月6號扯傷關係,你就會被抓起來。 他們會抽絲剝繭的,看每一個監視器一針一針的看,把每一個人繩之以法。 就算你沒有使用暴力,就算你什麼都沒有做,你現在也是司法部的獵物之一。 沒錯,1月6號兩年之後,美國人,美國公民還在被逮捕當中。 FBI把抓到這些人當成是一個遊戲在玩,一個achievement。 這裡是一個阿肯薩斯州的居民,叫做Nathan Hughes。 他有一間小小的店,小小的生意,FBI守在他的店外面,暗算他,把他逮捕到案。 我們來看一下。 - 給我叫,給我叫,給我叫 沒錯,一堆FBI的探員 全副武裝真槍實彈包圍 Nathan Hughes 把他上手銬,拖上警車 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他的店門口 那他的罪名是什麼呢 根據FBI,他的罪名是 他穿著一個黑色的帽T 上面寫著Info Wars Info Wars就是Alex Jones的那個節目 還有在國會上面的走廊 上面推警察的陣線 OK,他推警察的確是一個罪 抓起來沒錯 但是BOM推警察 剛剛這個錄影紀錄 大家應該都已經看到了吧 裡面有人被抓嗎? 有人被起訴嗎? 白宮喔 其實還有很多影片是 這些BOM的人拿著磚頭丟警察 拿著磚頭打警察的 但是這些都不會有事 Nathan Hughes 面臨的就不一樣了 現在他將會面臨 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以及造成社會動亂的 聯邦重罪的處分 警察全副武裝 拿著M4的長槍 還不是AR-15 他們是可以連發的那一種 我們有的是不能連發 一發一發的 按一下然後發一發的 穿著防彈背心 在他的客人面前包圍圍堵 好像他是一個什麼恐怖分子一樣 而且FBI還洗劫了他家 打開了他的保險箱 沒收了他所有的槍枝 這邊我想講一下 這個保險櫃的公司 叫做LibertySafe 是一個好像還不錯的 保險櫃的公司 收到了FBI的簡訊 然後就直接的主動 把密碼給了FBI 讓FBI可以合理的 奪走裡面的東西 照道理講這是不合法的 因為一個人就算有搜查令 一個人在家裡的保險箱 還是需要另外一個搜查令 法官派的搜索令 才可以打開那個保險箱 FBI是沒有這個資格 去打開自然的保險箱的 所以各位 你買什麼東西 不要選那種什麼 可以點到Wi-Fi的 這真的很蠢 全部都會被控制 我最近在弄房子 所以說到處去看什麼 先進的洗衣機 紅衣機 冰箱 電燈 廁所 冷氣 都可以跟Wi-Fi連到 或者是跟藍牙連到 到時候就會全部被控制 你洗衣服的時候可以用多少水 你一個禮拜可以洗幾次衣服 烘衣機的時間可以有多久 一個月可以烘幾次衣服 冰箱的溫度是幾度 一天可以上幾次廁所 冷氣可以開幾度 全部都會被政府控制 這個不是玩笑話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人說 我們在嚇他們 明明就已經有案例了 兩個月前才有一個人在他的家裡 全都是智能的功能的產品 然後連自己的家都進不去 科羅拉多州有政府的員工 跑去每一個家庭說 我們可以幫你免費的升級冷氣 然後就會變得更環保 更節能減碳 然後在夏天外面100多度時候 那些家裡的人開冷氣 溫度被鎖在78度 不能調低 而且你不能拆除 因為拆除的話你要向政府申請 因為是政府免費幫你升級的 所以你的冷氣控制器是政府的財產 你拔下來的話是破壞公務在你家裡面 現在連槍的保險櫃也是一樣 總之我們的司法是不公平的 是生病的 是針對我們這些一般的老百姓 保守派的老百姓 左派的人OK BOM的人 殺人都不會怎麼樣 如果我們活在一個嚴刑郡法的國家 你咬個口香糖就鞭刑 不管你的政治立場的話 然後在法律下面人人平等的話 或許我還能比較接受 但是 如果有人衝進聯邦政府的建築物 然後我們的執法人員一定會抽絲剝繭 把你找出來最型打到最高的話 我會接受1月6號的人這個樣子被對待 但是我們並不是住在這個樣子的一個國家 我們住在一個在白宮的接客區 找到骨科檢OK 到處都是攝影機的情況下 我們的FBI探員 聯邦探員 總統的貼身護衛 都找不到任何的可疑人 找不到任何的線索 儘管我們都知道總統的兒子的嫌疑很大 Anyway 這個Nathen Hugh 當下在1月6號的時候 是戴著蒙面的 是戴著口罩的 他們是怎麼抓到他的呢 他們是靠著他的耳朵 OK 在人群中一路追著他 一直到他一個地方 他把蒙面脫下來的時候 然後來確定Nathen Hugh的身份 在美國 絕大多數的罪犯都是無罪的 直接被釋放 只有川普的支持者跟川普本人 如果我們被抓到怎麼樣的話 就一定是言行俊法 執法到底絕對不寬容 現在美國的政府是個不公平的政府 拜登政權更是把這個事情擴張到一個誇張 這個就是他們要的 他們就是要逼著我們 打壓我們 這個就是他們的策略 我們來到了一個臨界點 還記得上個月 我們才抱過一個80歲300磅 需要靠著拐杖跟輪椅 才能行走的老人嗎 只因為那個老人在Facebook上面 PO了一些搞笑文 嘲笑拜登的文章 然後他們早上6點 全副武裝 跑到那個老人家把他打死 他們如果真的要有心調查這個老人的話 可以等那個老人去Walgreen 逛街的時候 推著輪椅買藥的時候 把他請到警察局就好了 但是沒有 他們早上6點把他打死 然後說他拿手槍指著警察 沒有任何證據 沒有任何的body camera 沒有任何的資訊 他們說什麼就是什麼 我們美國已經不是一個法治的國家了 美國現在是一個獨裁的政權 獨裁的政府 正在使用政府的力量 來打壓自己的政敵 我很愛美國 我覺得我們的憲法 是史上最棒的一套憲法 當共產主義的人在說什麼 美帝國急先鋒 霸權主義 納粹 種族歧視這些字眼的時候 我常常是會感到非常生氣的 但是這一次他們是對的 我們離希特勒的納粹 中國的文革 蘇聯的十月革命 越來越近 我們越來越成為一個獨裁霸權的國家 很多人說我們在嚇人 覺得說什麼 其實實際情況沒有這麼糟糕 保守派刻意誇大左派的惡行 來讓人驚恐 而且還說 這不同樣是在做假見證嗎 今天的所有新聞報導 所有的事件 全部都有截圖 全部都有證據 而且全部都是事實 美國的確是在墮落當中 各位可能覺得我太嫩 太年輕 38歲的人 在嚇人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真正經過中共壓迫的人 叫做李南央 李瑞的女兒 李瑞曾經是毛澤東的秘書 這個影片來自尋經問道 他們的翻譯真的 幫我們省下很多時間 他看到的就是 美國正在變得跟中國共產黨 越來越像 嗨,這是李南央 李瑞的女兒 李瑞 曾經是毛澤東的秘書 我父親已經被拘捕了 家裡被拘捕 而且被拘捕了20年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域 我曾經歷過40年 我曾經歷過40年 under the CCP's tyranny 我曾經歷過40年 and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bout 33 years ago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since 2016 in this country has horrified me on September 5 ex-leader of Proud Boys Mr. Eric Terrier was sentenced to 22 years in the so-called January 6 sedition case two years longer than my father was persecuted by the CCP all charges that were brought by the government are now to the criminals based on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up to today former president primary candidate of GOP Donald J. Trump overwhelmingly supported has been indicted four times by the DOJ now hundreds of Trump supporters who questioned 2020 election integrity were sentenced much severe than those murderers rapists and looters not to mention that these J6 so-called criminals have not attempted to alter or to abolish the government that has been destructed which is the right that was clearly declined in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 see the Biden regime is snatching away the unalienable right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I see guys Trump is the same as the CCP's persecution of its political opponents America it is time to wake up before it's too late I mean all Americans no matter if you are right or right your safety and happiness are at stake that I was thinking that it is not just America all the world all the Western countries and a lot go and catch just Taiwan is Taiwan Taiwan is Taiwa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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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 is Taiwan is Taiwan 蔡英文執政的時候開始的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開始的 其實不是的 政府會變得越來越集權 是每一個政府的趨勢 人民如果不起來抵抗 如果不起來守護自己的自由跟人權的話 政府就是會用安全的理由 來變得越來越侵權 蔣介石後的政府 就是在打壓自己的政敵了 就算在蔣介石去台灣之前 日治時期的政府 也是在打壓自己的政敵 所以不管是民進黨 國民黨 民主黨 共和黨 他們上台的目的 都是要擴張政府的權力而已 唯一能讓我們得到自由的 就是神的話 就是聖經 就是我們自己跟神的關係 而且執行神的律法 才可以讓我們得到真正的自由 We can vote our way into socialism But we have to shoot our way out 沒有錯 我們 AI News 很參與在政治裡面 但是我們要強調的是 我們如果要改變美國 拯救我們的家庭 我們要做的其實就是依靠神 而不是靠著民主 依靠選票 我們要建立的是一個強壯的社區 強壯的教會 而且為了守護家庭 守護自由 付出行動 政府永遠都會把你當 諾依諾扣看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 AI News 為全家庭